展示的后灯 后手 前手 打退了 后手拳 漂亮 左摆 右摆 连续的进攻 我们看 那长岛这边啊 抗击打能力真的很可以啊 好的 漂亮 打倒 两次击败一龙的日本搏击拳王叫嚣邱建良 结果被打得满脸是血眼神不定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拳击达人 相信大家知道长岛熊一郎这位选手 还是通过他两次击败了一龙知道的 在一番战的时候一龙被长岛一记重拳KO在地 一龙自然也是很不甘心 没多久就发起了两人的二番战 在二番战两人大战三回合 最终一龙也没拿到比赛的胜利 在两次战胜一龙后 这位日本搏击王子也是膨胀了 来到中国挑战搏击高手邱建良 朋友们大家在此时可以点赞发送弹幕 我们一起为邱建良加油助威 邱建良是中国自由搏击在世界上排名最高的选手 在与量级自由搏击榜单上高居世界第一的排名 话不多说我们来看一下这场精彩的比赛吧 邱建良对长岛熊一龙观众们现在开始 比赛开始后 在第一回合 两位选手都较为谨慎 或许是两人在国际上的名气都不小 谁都不敢贸然出击 以防备被对手抓到机会从而因沟里翻船 比赛战术更多的是掌控在这个心理上的控制 要猜对方要做什么 转舌头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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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西洋我们的船是很有力量 而且粘性很强 这个 日本选手特别是长岛这一批的选手 冰珠性的打法能够贴在你身上 你发不出力来 进来了 但是 看到几合 所以 lottery 这是自己的数学 然后在一个 closer 还是 第三个 还是要小心啊 不能缠包 而且是冲进去的时候脑袋不要先朝着对手 我觉得这个对于长导来说应该还好 因为我们现在的规则的执行 其实没有像KRASH和K1 就完全不允许缠包的这样 刚才厚确梁这个后手是打着了 但是好像长导没什么反应 转身后白 反倒是长导这边是刚才有个游走啊 两人都是大赛经验丰富的名将 在第一回合的三分钟中 比赛就这样在略有些平淡 却在杀鸡四伏的状态中过去了 哇 旋风踢 挂到了这个 对 这攻击半维还真是够远 好 旋锦良一个左侧的摇臂往里进 好 旋锦良一个左侧的摇臂往里进 好 旋锦良一上来就是把我想打的打出来 好 左板 对 左板应该是滑倒了 滑倒了 那这个绕进去的左板还是很有威胁 已经好几次你看 又是摇臂进去 左侧右侧左侧 这边长导也是发现了对手这一个进攻的这个企图 你看又是同样的动作 又躲开了 又躲开了 我讲这后白 快 这边很聪明 打起来 前后手 对 我觉得长导应该打一些常规的进攻 不要被对手给带走了 没错 后手 对 这个身体上的优势实际上长导还是在的 他只是一上来 发不出来的感觉 对 一上来这个邱剑良用太多的 他的这种变换多端的进攻方式 让长导有点不太适应 第二回合开始 摸清对手战术意图的邱剑良 开始加快了比赛节奏 步不紧逼 面对邱剑良精湛的技术和移动 虽然在力量上占有些许优势 但是在速度上 长导却也没有邱剑良那样灵活都变 意识坚颇有些无奈 对于邱剑良密不透风的防御无可奈何 只要你鼓鼓我的锦 我就连续打击把你打开 没达到 长导这回合并没有出太多的进攻 前后手 漂亮 有些前进距离的这种勾摆拳的结合 走 走 快 要终于提供到阶级的队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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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早 这个很擅长这个 对 刚才平攻 走走走一个白拳 漂亮 在绝对速度上呢 缺量快 邱剑良肯定要快 爆发力更强 长导看这肌肉类型就不是爆发力的选手 对 是那种粘贴在身上跟你对攻的 我们看来又开始了 对 那邱剑良这个功课做的也很多 我就硬顶着你 我用我的体重来顶你 好 点到了 邱剑良看到机会 始终一记高扫直接踢倒了日本选手 这看起来是非常厉害的一记扫踢啊 随后也发起了猛烈的组合拳进攻 可以看出邱剑良也是越打越兴奋了 上高 长导 邱剑良刚才连续的摇闪之后的禁距离的这种进攻啊 很有些拳击的这种味道 对啊 长导一个左摆打到了 在邱剑良的枪林弹雨里找到了这么输出的这么一个点 好的 又是跟着手抱住 这后手拳把长导拉倒了 大波 漂亮 好漂亮 左摆 好的 前奏冰了 哇 长导恢复得很快啊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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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导现在是完全放弃重心的全力往前突了 对 最有清晰力 掃踢 大家看啊 这个比赛打到第二回合呢 长导是放弃了腿法的进攻 是 纯粹的拳法 来抡 而且自己完全不顾及自己的平衡和重心了 只要我能抡到你就好 他希望用自己的体能加上自己的绝对力量碾压来给邱剑良一致命一击的这样打法 这场比赛在比赛的时候我们甚至都忘了这是一个不同体重级的一场对战 这两个打得很有战术性 是 在第三回合中邱剑良前面的进攻开始奏效 日本拳王的状态开始下降 抓住机会的邱剑良 瞄准长导的防守空荡 一套厉害的组合重拳密不透风的向长导轰炸而去 前刺 顶开了邱剑良 后手 打到 被对手打到一个前手 发力进城长导更长 对 这已经是第三回合了 长导熊一郎必须要用自己更多的进攻 有效的进攻 高手 高手 好 长导还想补腿吗 对 差一点 好的 前手啊 刚才是把长导打了脸色一遍 随后被邱剑良重拳打的日本选手脸上鲜血直流 无力招架 场上裁判立刻介入 并对长导进行强制读秒 在7秒强读过去后 长导的眼神依然处于溃散状态 裁判立即终止了这场比赛 我们看多秒 没错 最终中国名将邱剑良 以TKO的方式 赢得了这场中日压轴大战的胜利 大家觉得邱剑良打的精彩吗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喜欢的朋友就点赞吧 长按点赞三秒触发强烈推荐 让更多的朋友看到邱剑良和日本选手的对战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要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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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